問題還是一樣,就是像Zara的廣告 Hello,大家好,我是阿哈 Hello,大家好,我是你的洛洛 歡迎回來我們的頭牌看秀 我們的頭牌是買個請兵威向我們BB 2020年真的是魔幻的一年 席捲全球到新冠疫情就徹頭徹尾地改變了這個世界的運作方式 是的,當然也改變了時尚圈 沒錯,時中週停辦,眾多的活動取消 像我們這樣的時尚名工,收入也銳減 跌跌於雷 跳水 還沒找到底 在收看節目的小凱當中 如果在疫情期間你的收入和我們一樣 跳水的話請扣1 如果不減反身的話請扣0 有誰不減反身嗎?家裡面是生產口罩的嗎? 那個報復了吧 當然這次百年不遇的疫情 實際上是對於時尚圈眾多品牌的一次大考 品牌在無法聚集全球買家、模特、編輯的情況下 如何展現自己新一季的作品 就成了所有品牌都要面臨的一個統一考試 所以大部分有能力發布時裝秀的品牌都改在了線上 屏幕前的各位 只是和貴賓一樣都是在電腦前收看這樣秀的 你就是安娜溫婦 我們將帶大家一起看10個疫情期間的秀場 大家也可以給他們打分 5分滿分你給這個秀場打幾分 並且在本次節目中我們會說到非常多的男裝秀場 之前一直Q我們要說男裝秀場的小可愛 這次就可以一起一包眼福了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踴躍地給我們點贊、轉發、收藏、投避哦 如果可以的話請點個關注,您的支持是我們版本專輯的最大動力 廢話不多說,我們馬上進入第一場秀 就是來自愛瑪士的男裝秀場 愛瑪士這次是運用了一鏡到底的一個手法 和著名戲劇導演Serial Test一起合作 用舞台劇的方法展現了一個時尚大片拍攝的過程 用一種不張揚、不搞噱頭的方式 展現了愛瑪士有錢、有趣、有品味的品牌性格 但是說句實話搞戲劇的人,根本買不起愛瑪士 不要說愛瑪士衣服了,愛瑪士香水都買不起 愛瑪士的設計師為HONIC 他希望用明亮的黃色點綴在低反軌度的莫蘭迪色調當中 讓整體造型在輕鬆隨意當中注入活力 本場色的主題是Off Camera 設計師希望把拍攝每張大片的背後展現給所有觀眾 視頻不僅展現了服裝穿著在模特身上動線的樣子 也很好地展示了愛瑪士服裝的精緻細節 也很好地展示了男模們煎好的面容 是的 但是大部分買愛瑪士加衣服的人都是為了配貨吧 就是自己心裡想買包,美其名曰關心老公 給老公買衣服 老婆不要再買包了 所以愛瑪士,大家可以看到他們的衣服並沒有特別的專注於潮流 它一直是那樣的感覺 反而你愛瑪不滿 愛配不配 你配不配 好了,下一個收完了低調的愛瑪士 下面我們來一個徵仰的 那就是Balen Chiaga 本次巴黎世加2021年下妝秀場 把模特從以往恢恐的秀場裡面玻璃開來 放到了雨夜的巴黎大街 上班了 拍攝手法也是用搖滾樂MV的愛用的走路方式 走路小白 配合BEFRND樂隊的Sunglasses at Night 成功引到了I Don't Give a F**K 愛砸打地的時尚態度 非常符合攝影師Demna手下巴黎世加的平台形象 而且跟大家推出一個小消息 一個小八卦 就是這個樂隊的主唱是Demna Vasaria的老公 肥水不留在人間 真的,不用買音樂版權了 大家以往聽到的巴黎世加的秀場音樂 都是它的我們做到 回到服裝 在這個短片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它展示了很多過往標誌性的單品 模特身上廉價的設計 和輝紅的巴黎夜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是的 展現了巴黎世加一貫的反傳統美邪的設計語言 和對於積極差距的一個思考 關於咱們手下巴黎世加的獨特審美 我們就不在這期視頻裡說了 如果想像最了解的小可愛們 可以去關注一下我們2020巴黎世加 秋冬秀場的分析 是的 這次巴黎世加的秀場視頻非常的妙 因為這些秀場look 脫離了秀場的布景 放到真實的巴黎街道上 突然讓人覺得很心疼 單看每一個人都感覺在領著失業救濟金 貝林音樂是孫悦的助女平安 但是當視頻接近尾聲的時候 有一群人相聚在一起找到彼此 你又會放心地覺得 雖然生活有些不如意 至少他們還有彼此 采用類似視頻風格的品牌 其實還有Muglen 在他的視頻當中 模特也是在城市行走 但是風格會更加的科技未來感一點 而且在那個裡面 還有裸著的Bella Hadid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接下來我們來到的依然是一個法國的品牌 就是Yves Saint Laurent的男裝秀場 Yves Saint Laurent的這支視頻依然走的是收錢路線 看著就好貴 是6分鐘的視頻 我們看到模特在世界各地的建築上 宣傳、跳躍、我被一整眼 我們看到了法國巴黎的艾菲爾鐵塔 盛行大教堂 還有中國北京的長城、遺和園 美國紐約的曼哈頓 這場名字為No matter how long the 90s 就是說不管黑夜有多長 寓意著疫情雖然現在很嚴重 但是我們的生活終將會回歸正軌 其實這個視頻調性 我們可以看到它精準地抓住的YSR 追求年輕、危險、性感的品牌DNA 就是那種Forever要愛咋咋地的感覺 對,你又發呆了 Giani Versace曾經說過 Fashion is not just a piece of fabric It's an attitude, it's a way to express 是的 時尚不僅僅是你衣服設計的怎麼樣 它是一種態度 它是一種表達自我的方式 是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高級品牌的廣告 永遠在給你營造一種氛圍 一個感覺 一種生活方式 讓你找到歸屬感 而不是以帶貨為目的 瘋狂地給自己產品特寫 Logo要大 每30秒要出現一種品牌的產品 我就說給我們 金主媽媽聽到 接下來我們要說一個 大家都一直在Q我們的鮮牌 在這一集節目裡面就給大家說掉了 不要再吹了 那就是中國二線女明星的噩夢 對,Elisab 給大家簡單地介紹一下Elisab這個人 他在1981年的時候去到巴黎學習時尚 但是僅僅過了一年之後 他就回到了祖國里班 開設了自己的一個小小的工作室 大概15個人左右的樣子 主營業務是一些新娘服 因為他自己本人具有著濃厚的資產階級品味 就很喜歡在衣服上面用非常昂貴的釘珠、刺繡 就得到了當地名媛的喜愛 漸漸的也得到了皇室的喪失 而讓Elisab的名聲鶴起 被廣為人知的事件是在2002年 哈里貝瑞穿了他的衣服去參加了奧斯卡紅毯 並評為當年的最佳紅毯奪裝 這件事把他的名氣推向高峰 讓他在美國,尤其是好萊塢女明星中間聲明鶴起 其實在本次秀場之前,Elisab的總部由於2020年8月4日 貝魯特港口爆炸而受到了嚴重的損毀 這場大爆炸一共造成了178個人死亡 6000多人受傷,整個街區都被炸毀了 爆炸的影響加上新冠疫情的影響 讓他加劇了重新開始的一個想法 於是他把本次的系列放到了山中,回歸自然 他將新的系列命名為新曙光 寓意著重新開始 看完這個視頻,不知道大家是什麼樣子的感覺呢? 我個人的感覺是好山好水好無聊 運鏡,造型,選紙都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就是你感受不到他的情感 你能看到一群人在山間奔跑 但是會覺得有一些空洞 就是仙子,就是仙仙仙,美美美,貴貴貴 然後其他也沒有什麼好說的 當然為什麼那麼多女明星選他 我覺得也是因為他能讓女明星顯得特別富貴 不是特別貴氣,足夠咽壓就可以了 你說他每一季有什麼新的想法 或者新的主題,他的表現形式有多麼豐富 也沒有 他的設計理念和設計手法 其實和法國的高級定制剛出現的時候 也沒有太大的區別 所以iSAP就不要再Q我們了 如果你覺得iSAP美,你就去看他的秀場 或者看他的視頻就可以了 然後我說,我覺得他挺美的 他的工藝挺巧的,手工挺棒的 那他在說什麼呢?對不對 接下來我們來看香奈兒 大家都知道香奈兒就是特別勤勞的一個品牌 在疫情期間很多小品牌因為資金 或者場地的原因都不發秀了 然後我們的香奶奶輕輕啃啃的跟了兩場秀 我們先來看一下香奈兒2021Results這場秀 這場秀本來是要在意大利一個風景儒化的小島CAPRI舉辦的 因為疫情這場秀取消 但是並不妨礙財大欺俗的香奈兒 把整個意大利小島給搬進了攝影棚 作為時尚圈的勞模 之前我們就有說過 香奈兒他的攝像性速度就是堪比ZARA 但是這次視頻的拍攝呢 怎麼感覺也有一點靠近ZARA呢? 說實話這次香奈兒視頻我一眼看過去 就很像ZARA的店內廣告 就如果你把她的視頻劍成數平的話 再加上ZARA在中間 因為香奈兒作為行業的龍頭老大 之前實體秀都太恢紅太驚人了 這次視頻沒有她之前實體秀那麼驚人那麼震驚 相比於別的品牌就有點弱 沒能展現出香奈兒的實力 但也有可能是因為ZARA拍攝預算已經可以和行業龍頭比加了 每次找的都是業內頂尖的超模和頂尖的攝影團隊 大家居然可以看到 Supermodel就是在香奈兒和ZARA之間反覆狠跳 其實在廣告頁裡面 H&M和ZARA這種高階品牌 她給到了每年的預算 未必會比像 Chanel DLD 所以她們能找到很好的團隊來做非常好看的片子 眾所周知,大牌推出的resort系列 是給各位富哥富姐們出去度假的時候穿的 所以本次的系列主題也是非常中規中矩的 叫做Medicinranian Jolt 翻譯成我們熟知的語言 地中海,四天三夜,寒藻三馬烏騎 相比於2021resort的清明形象 清明形象 明顯香奈兒還是做起高定來更加的德性應手 精工細做的滑服,就是那種富貴感 穿透屏幕,撫面而來 特別是都姐穿的這一身蕾絲蛋糕裙 搭配上香奈兒高級珠寶 難道不是每一個女孩都做過的公主夢嗎? 這套衣服簡直絕了 就是在高貴中又透露著甜美 但是甜而不膩 作為班裡的勞基科代表 香奈兒在技術這一塊還是拿捏的死死的 大家可以看到雖然只有印照和視頻 但是衣服的質感有一種力透之背的感覺 神采飛揚的女孩搭配上簡潔的布景 忽閃的燈光 香奈兒就記的高定 不再做給束手束腳的富家小姐們 我終於在Virginia這次作品中看到了 期待已久的巧皮和活力 在我這邊看,覺得問題還是一樣 就是像Zara廣告 Zara的衣服你請頂級攝影師拍也拍不出這種質感 但是運鏡,光啊什麼的 Zara都有這些拍過list的廣告 我覺得香奈兒不是沒有能力做好 就比如說2013年有老伯爺開Luckbeaut 就是一個最指導的Women Only的電影院系列 我覺得就很適合作為新款的展示 套模、身着香奈兒的衣服進入電影院 然後去看一場電影 大家坐在電影院的座位上 就個人覺得還是蠻有故事性的 當然這還是一些吹毛求疵的要求了 因為對於香奈兒這樣的頂級大牌 我們一般不會去像要求一些普通的時尚品牌那樣去看待它 在這些頂級大牌對決的過程中 Fugly Normal其實就是時常 下一個我們要來說的這個品牌 也是在山間奔跑 但可能是赤腳奔跑的 它就是 我們可以Puff嗎? 不可以 本次秀場我個人是不喜歡的 也是很困惑的 B站認為我是一個低俗的伯爐 看完秀不得不說你大爺還是你大爺 一個個都那麼能說 為什麼不去參選美國總統 幹什麼到設計師啊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節目的所有內容 向大家喜歡 如果你覺得本期節目的內容對你有所幫助的話 就請不要吝嗇給我們點贊,轉發,收藏,投避哦 如果可以的話請點個關注 那我們下場就再見 拜拜